中國人 林荻 歡迎來到卡路里農場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蛋汁 不要先暫停它 蛋挫不是你平常想的蛋挫 雖然材料都是麵包和雞蛋 究竟如何做有些什麼農料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材料、雞蛋和法包是這麼多了 第一步我們就小心把蛋白和蛋黃分開在兩個碗裡 不要弄穿蛋黃 接著我們就有一個電動的打蛋器 把它打到變成起泡 我們還可以加少許鹽 讓它有些味道和泡沫更加實淨 接著我們就用一條長髮包切開一半 然後我們將在中間割一個長方形 然後將中間的麵包全部撕出來 然後我們將剛才打到起泡的蛋白箱 倒進這個麵包盒裡 然後將蛋黃放在蛋白箱上 我們為了為免它滲下來 我們在中間的位置 用手指把一個粒位給它 然後蛋黃就可以安安全全地 放在蛋白箱的中間 然後將焗爐預熱160度 然後焗它大約20分鐘 我們剛才的蓋子和麵包碎 全部都可以放在旁邊 一會兒灑上去吃 這樣就可以入爐了 說這麼快 這個三文治就已經可以出爐了 然後你可以整條吃 亦都可以把它切開成為幾根 最後呢 我們把黑椒和香草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蛋字